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相信大家对于游戏机的第一印象 普遍都会先联想到如今游戏机的三巨头 目前市场上最为吸睛的次世代游戏机 大部分都出自于它们 当然有时也会有例外 就比如说在今年2月份正式推出的Steam Deck 这台号称最强掌机的机器 可以说一机难求 每次一进开售不久就会卖个金光 也算了上市三大巨头以外 少数较为成功的游戏机了 当然Steam Deck的成功主要还是要归功于VSA背后强大的资源 其实市场上都有陆续出现非常多各式各样来自不同厂商的游戏机 但最终都会面临非常悲惨的命运 没有几个能够坚持生存下来 有些缺乏个人特色 有些则是在性价比方面低于竞争对手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些从零开始的厂商本身并没有什么资源 和索尼、任天堂还有微软相比之下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再加上这三大巨头打算很久以前 就已经占据了几乎整个游戏机的市场 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分一口蛋糕 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非你能创造出一个跨时代 并且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 说不定就能改写如今游戏产业的趋势 相信在做社会玩家的你们 肯定都非常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拥有自己的游戏机对吧 然而过去就曾有这么一号人物 他立志要改写游戏产业的历史 打算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游戏机 当然这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 他后来确实有去实现了这个梦想 而且听说还获得了一点成就 甚至他还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任天堂一度想要收购他的游戏公司 一家足以让任天堂提起兴趣的游戏公司 那肯定来头不小对吧 的确 这一家游戏公司背后的创始人确实来头不小 他就是来自美国的饶蛇歌手Soja Boy 他早在前几年就成立了一个名为Soja Game的游戏品牌 也在短时间内推出了几款不同的游戏机 但实际上他的这一番举动却引起了众人不满 也成了游戏圈的一大笑话 那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又是为何事情会进展到这一个地步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一个议题 如果有什么说错又只是想补充的地方 也欢迎玩家们留个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首先我们就来聊聊Soja Boy这好人物 相信大家都对这位饶舌歌手不陌生了吧 2007年 当时年仅16岁的Soja Boy 仅靠这一首Cranedad就在嘻哈圈打响了名气 从此一炮而红 当年这可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 每当节奏一响起 大家也会不自觉地跟着摇摆 跳出那经典的舞步 甚至这首歌还入围了当年格莱美奖的年度说唱歌曲 虽然最终并没有得奖 但能在那个年纪得到提名就已经相当不简单了 那么Soja Boy作为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饶舌歌手 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普遍都是在音乐创作方面 要是他突然间宣布要往另外一个领域发展 大家也肯定会吓一跳 然而他前几年就真的公布了一则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消息 原因是他说他要进军游戏产业 并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游戏机 其实当时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都是无畏杂权的 毕竟这么多年以来 能称霸游戏机市场的也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那几位 不是任天堂就是索尼或微软 很难会出现一个足以影响市场的品牌 不过要是在过程中突然间碰出一个非常有潜力的竞争者 那肯定也非常有趣对吧 同时也能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说不定像是Soja Boy这类名气也不低的饶舌歌手 就有可能可以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去打破这个常态 成为首个推出游戏机并且成功的饶舌歌手 那么他会有这么一个大胆的想法其实也不见怪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年轻时除了非常热爱音乐以外 还有着另外一大兴趣 人啊就是打游戏 他甚至还在2008年的时候 在YouTube上传过一部关于他的游戏收藏影片 从那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 他不仅有着多部当代最为主流的游戏足迹 还收藏了不少Xbox游戏光碟 甚至还能用一台相当庞大的电视萤幕来玩游戏 几乎就是每位玩家的梦想啊 而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当然这么多年以来他也没有忘了这个兴趣 近些年也曾活跃于Twitch平台 不过账号却在去年的12月份遭到封禁 而且还要是一天被封禁两次那种 其实在他宣布要推出游戏机之前 他就已经非常渴望想要进军游戏市场了 而且也成了其他开发者一起合作开发手机游戏 就比如说这款名为Beef with Soulja的游戏 在那之后 他就有了更大的理想 他想要开发出比手游更为进阶的佳机游戏 不过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 他最终放弃了开发游戏的念头 反而直接决定往研发游戏机这个方向发展 当然想要往游戏产业发展 并且研发出新一批的游戏机 这固然是一件好事 也非常欣赏他想要为这个产业出一份力 同时也能完成自己梦想的精神 不过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能会颠覆大家的想象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期望越大 失望就会越大 当大家都非常期待着他能搞出什么花样时 结果才发现他所做的事情 似乎和他所谓的理想还差那么一点点距离 2018年的12月初 Soulja Boy就在自己的周边网站 Soulja Watch 上架了两台不同的游戏机 分别是Soulja Game Console 以及Soulja Game Handheld 那么在谈这两台游戏机之前 我们先来谈谈Soulja Watch这个网站 原先他就在该网站出售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 就比如说蓝牙耳机又或者是电子手表等等 当然目前该网站已经遭到下架了 至于是什么原因等一下会聊到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游戏机到底有什么特点 根据当时网站给出的描述可以大概了解到 这两台游戏机的定位非常明显 一台是家机而另外一台则是掌机 首先先不谈性能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台游戏机在外观上 总给人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呢 这台原价为199美金的Soulja Game Console 在刚开卖时价格就降到了149美金 虽然这一个价格比市面上的家机都还要来得便宜 但它却是一台预先内置了800款游戏的游戏足迹 想必大家听到这里也会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而且这所谓的800款游戏 其实都是当年索尼PS1 Neo Duo Game Boy DS 或是红白机平台上的经典怀旧游戏 而那台Soulja Game Handheld就更加厉害了 因为体积更小的它竟然还内置了3000款游戏 大部分也都是以前那些怀旧游戏 那么相信了解的玩家都知道 会有这种操作的游戏机就只有一种 那就是能运行模拟器的盗版游戏机 结果搞了那么多 到头来的是一台廉价感满满 游戏性能也非常差的未经授权盗版游戏机 而且后来还有网友发现 这两台游戏机不仅是盗版的 而且还要是其他厂商过去所推出过的产品 也就是说 Soulja Boy口中所说的创立自己的品牌 推出全新的游戏机 其实就只是在指在这些未经授权的游戏机上 账贴自己的标签 并且以自己的名义将其转售出去 当然会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就拿Soulja Game Console来做例子 有网友就查出 这台机器原本的身份是一台由Embernic 这家公司所生产的游戏机 而Embernic其实就是一家来自中国深圳的公司 中文名字就叫做杨利明电子科技 是一家专门生产复古游戏机的公司 那既然这台游戏机本身就出自于其他品牌 那是不是也就代表着玩家可以直接跟厂商购买就好 不需要透过Soulja Boy呢 是的 没错 而且这样做还更值得 因为当时Soulja Game Console的售价为149.99美金 但其实玩家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 以一半的价格入手一模一样的产品 另外一台长机也是一样 这就相当夸张了 光明正大的转售盗版游戏机 而且还要提高价格来卖 当然很多人就会批评他这样的行为 但他似乎并不接受这样的批评 还在推特反讽那些黑特就是在嫉妒他的成功 甚至还表示自己的游戏机已经卖出了500万台 当然这也只是他口头上给出的数据而已 能不能相信大家心知就好 面对那些所会面临版权问题的言论 他也只是非常自信地说了一句 任天堂根本不会对此做出任何的举动 并加以表明说记得游戏机百分之百是合法的 要是真的违法的话 任天堂早在第一时间就对他进行起诉了 后来他又上架了两台不一样的游戏机 一个是名为Retro Soulja Boy Mini的掌机 而另外一台则是一个叫做Soulja Game Fuse的夹机 当然这两台机器也和之前的一样并不是他原创的 在售价也提高了不少 这里就必须和大家特别来聊聊这台Soulja Game Fuse 不知道大家对这台游戏机有没有印象呢 其实这台游戏机曾在2016年的E3发布上出现过 是一台由中国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游戏机 不过值得注意的点就在于 这是一台主打中国市场的游戏机 所以系统里的设置还有可玩的游戏等等 基本上都采用了汉化设定 结果Soulja Boy偏偏就选中了这台游戏机 并打算将其出售给美国当地的玩家 可见他就连在选择游戏机方面都相当的敷衍 后来大家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这几台游戏机在2018年的12月30号那天 被玩家发现已经遭到下架了 原因则是因为Soulja Boy收到了来自任天堂的律师警告 直接就打脸了他之前所说过的那几句话 果然东半球最强法务部可不是叫假的 Soulja Boy总算是认清了任天堂是惹不起的家伙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反而是转移了目标 再次于隔年的1月份上架了一台掌机 但这台掌机在外观上似乎和索尼的PS Vita没什么两样 结果没过几天之后 Soulja Boy就在推特表示 自己的网站被前员工给倒走了 并向官方寻求帮助 不过即便是到了现金 Soulja Watch这个网站依然没有回复到原本的模样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说 既然他在售卖游戏集的这条道路上遇到了那么多挫折 甚至就连出售游戏集的平台都没有了 他肯定会选择收手对吧 那你就错了 就在去年的4月20号 Soulja Boy就向大家隆重宣布了旗下全新的掌机 TRDR Pocket正式开始售卖 而售价则定在了199美金至299美金之间 那么先前他就曾表示 他们打算开发一款从零开始设计的全新游戏机 而且还会有全新的游戏等等 结果到头来又是一台以往曾推出过的掌机 然后贴上自己的名字而已 更重要的是 这台所谓采用全新设计的机器 其实根本上而言就是一台掌机造型的安卓手机而已 里头也采用了安卓系统 所以大家可以用它来上网看看YouTube 甚至下载吃鸡决战时刻M来玩都可以 虽然这台掌机在游戏性能方面的表现还算不错 但真的会有人想要用那3.5寸的荧幕来玩手游吗 几个月之后 搜教boy就在一次IG直播中表示 已经和亚达利签下了合同 自己往后就是亚达利的全新CEO 他甚至还在直播中表示自己将会出售旗下的游戏公司 而价格则定在了1.4亿美金 结果他的这一番话很快又被打脸了 亚达利官方推特账号就嘲讽到 他们明白亚达利CEO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 但这一个荣耀必须赐给Red Rosen 也就是目前亚达利的CEO 后来觉得受到侮辱的他就再次开了一场直播 并神奇的向大家公开了那所谓的合同 里头所描述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在说他只是购买了大量的Atari Token 也就是亚达利自家所推出的加密货币 嗯...所以这就代表你就能成为一家公司的CEO了吗 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在座的各位回答吧 好啦和大家聊到这里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对此事件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进行讨论哦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